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1400万 基本和上个月持平 自07年12月 美国进入经济衰退以来 美国一共有超过800万人失去工作 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国失业人数最多的一次 尽管权威机构认定 经济衰退至09年6月就结束 但是就业市场复甦缓慢 经济学家预计要经过大约5年的时间 就业市场才有望恢复到健康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